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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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少说最领先新来了一群舞鸡 舞跳的一绝 他约咱们瞧瞧去 你怎么了 难道 夫子没答应 老子早说了 你跟冰块脸是老相好 这事你让冰块脸帮忙不早就解决了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再说你不是跟他有仇吗 干嘛老提他呀 你们俩和好了 其实 冰块脸入范茵谷的第一天 我跟他狭路相逢的时候 立了一个约定 只要他不再继续干涉我和姬衡来往 我也就不找他报仇血汗了 他跟姬衡有什么关系 我忘了告诉你 姬衡也在谷中 姬衡也在范茵谷 他就是蒙少和杰律说的那个宫廷乐师 其实老子一早就认出他来了 不过他一直不肯承认 他是怎么到范茵谷来的 这个他具体倒霉说 反正就是阴差阳错来到谷中 然后留下做了宫廷乐师 那他现在又承认自己是姬衡了 冰块脸每次来讲学 他都会出关随势左右 他看抵赖不了就承认了 你说 我们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分 老子跟你说话呢 原来 他们俩早就见过面了 这些年来 狄军和姬衡一直都有联系 那又如何 他对他真好 就算他逃婚了也不计较 虽然狄军没有记忆 可当初在凡间 金衡还企图帮着别人盗取灵壁石吗 可 好也没用 金衡是老子的 之前他记忆全尸 还是老子一点点帮他找回来的 只不过 可怜他当初流落凡间 被人利用 别想了 蒙少还等着咱们呢 走吧 咱们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行 那我走了 我当帝君来犯淫谷是为了救我 看来 我永远只是他顺手之举 算了 不想他了 当务之急还是要拿到平泊谷 既然求告父子无门 我只能另想他发了 你要去偷平泊谷 你们小声一点 哎哟 蒙少我恶宁 如果说我没有进决赛名单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只剩下 偷这个选项可以选啊 摇偷平泊谷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树虽然看似无人看管 但树的周围 立着四座石雕 四座石雕 怎么了 要是谁真信了 那只是几座石雕 那可太天真了 莫非这四座石雕 有什么玄机吗 这玄机就是 每座石雕里头 都藏了一尾巨蟒 专门守护平泊鼠 要是谁想打平泊谷的主意 还不等他的手 靠近果子 咔嚓一声 他的头 就被巨蟒给啃下来了 所以我确认你还是放弃偷平泊谷这个念头吧 我也只是问了而已 既然这么危险 也没有必要葬身蛇腹 还是命比较重了 九哥 我可没跟你说笑啊 千万不要冒这个险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怎么了 怕了 我什么时候怕过 我 不行不行 我还是最怕蛇了 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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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去了吓成这样 吓死我了 老子又不是故意的 方才看你冲冲跑进来 将人受了惊吓 叫你你又不答应 才过来看看你 我没事 那个 你明天要去上茶叶课吗 冰块脸的课啊 老子才不去 老子只喜欢姬衡的音律课 姬衡秦齐书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你对姬衡情深 但是也不用每次都这样 明早我还去上课呢 你快走吧 我要休息了 小九 兄弟呢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若是有什么心事想说啊 我会耐心听完的 知道了 早点休息啊 哎 老师 老师 怕你夜里着凉 所以特意给你送来一床丝碑 好 老师 老师请喝茶 你的秋水毒可有在发 多谢老师关心 按照老师的吩咐 平时无事的时候 常在谷中闭关休养 现在已无大碍 如此便好 那 明天的茶叶课 你照常准备即可 是 老师 此次在谷中讲学 是否按照惯例 在谷中停留半月 此次未定 或许再多留一段时日 是 那老师早些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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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